上个礼拜五 雪莹带大家来分享真言十二章的二十节 那今天呢 是北京时间礼拜二 那我们因为有元旦 所以昨天我们停了一次 那这算为2023年的第一次成当 我们一起来看真言十二章二十节 很短 两个半句 上半句 一人不遭灾害 下半句 恶人满受火患 我相信 现在的中国 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候 美国时间今天早晨 陈导是我讲的 那也就是中国昨天晚上的晚岛 如果有弟兄姐妹在线都知道 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 我一边看新闻 一边祷告 我为什么要看新闻呢 因为中国的疫情现在是非常的严重 有人说 有人说 这第一波我还没结束呢 第二波又来了 这第一波就没抢的药 这第二波拿什么去抵抗 我想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一些人也在第一波中招了 但是我鼓励 但是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继续的在神面前 敬拜 赞美 祷告 放松 为什么呢 因为一人不遭灾害 但是恶人 却满受火患 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人力 无法抗拒的这些灾难 人力无法改变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反而更加的平安 因为当我们努力 并不能对事情有所改变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条路 就是依靠主 所以保罗在圣经里说 我四面受敌 向东没有办法 向西没有出路 向南也没有路 向北更是不行 但是我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因为我们还可以向上仰望 所以今天我们就抓住神的话 抓住神的应许 在神面前我们向他开口 我们向他祷告 因为神应许我们说 义人不遭灾害 但恶人却满受过患 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都有一些不好的经历 所以你说牧师 那咱也不是义人 我们也经历过 我们也经历过艰难 没错 今天早晨我在讲美国版成导的时候 我也跟弟兄姐妹讲 我说悔改就好像呼吸 我们每一天都要在神面点悔改 因为没有人是义人 包括我们做牧师的 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 大概三周前 阿尔丽在北京的头两个礼牌 也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那这个阿尔丽当时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他把那个跟北京一个教会的牧师对话 截图发给我的时候 我就跟阿尔丽讲 我说这样不好 但是很感谢神 所以阿尔丽立马就意识到了 然后就在神面前悔改 所以才会有后来 他去一些地方 不祷告都会有神迹发生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也都是恶人 但是当我们悔改了 我们就是义人 当我们悔改了 神继续怜悯我们 继续恩待我们 继续与我们同在 所以今天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我想今天美国版的陈导 跟中国版陈导 是可以放在一起去听的 那美国版的陈导 讲到悔改 那中国版的陈导 就讲到了应许 义人不遭灾害 如果我们悔改 即便我们原来是恶人 如果我们悔改 即便我们原来是罪人 但是我们悔改 神赦免我们 我们悔改 神洗净我们 那我们会重新 在应许里面 就不遭灾害 我讲完陈导 稍微休息一下 我去出门 去见一个洛杉矶当地挺有名的人 他是一个组织的头头 这个组织在洛杉矶在旧金山 合在一起有几万人 很庞大 那最近这个组织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在我见这个人之前 我已经看到 关于他的很多的负面报道 但是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我已经看到他的负面报道 但是我也没有因此就拒绝见他 那因为圣经说 神来不需要找义人 神来恰恰是要找罪人 所以今天我盼望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 当教会关起门来 不跟别人接触 我们自己玩的时候 那教会本身已经出了问题了 教会应该打开门 勇敢地走出去 去接触这个罪恶的世界 去接触新鲜色的罪人 用我们生命中那些美好的见证 去引导他们 去影响他们 去带领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把传统的教会关掉 我们开职场聚会 我们鼓励孙林 我们鼓励雪莹 我们鼓励冬雪 我们鼓励名誉 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开小组 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传福音 在自己公司里面做见证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的成岛丸岛 为什么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而不是礼拜一一口气干到礼拜天的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 是我们工作的日子 在我们工作的日子 早晨起来 第一件事先给弟兄 先给姐妹重点 带着神的恩典 带着神的祝福 带着神的应许 我们再开始一天的工作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自己我想 我们有饭吃的孩子 和没饭吃的孩子 开始没有变化 那因为谁也不是一下子 就能饿死的 谁也不是因为一顿饭没吃 就饿死的 但是每一天早晨 有牧羊的人 和只是礼拜天去个教会的人 慢慢慢慢慢慢 那个对比就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自己我想 职场非常非常的充满挑战 职场里面的压力 我想随便叫一个人 让名誉讲两句 让冬雪讲两句 让林姐讲两句 都是眼泪 昨天我讲过了 我跟一个从加拿大过来的华人聊天 那他其实是大连人 他移民到加拿大 然后呢 又从加拿大来洛杉矶 来找我 那我跟他聊天 他就说 去年的时候 他状态非常好 他每一天敬拜 他每一天赞美 他每一天祷告 祷告 活在神的同态中 非常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的一个以前的同学 自己开一个公司 那个公司跟名誉现在做的那个公司是很像的 做这个咨询的 然后呢 公司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 名誉公司也是缺人缺的厉害 所以这个老板说 你在加拿大干啥呀 那个待着那个读不了话来帮我吧 那他自己也想 这个整天这个在家里也是有点那个缺少这个挑战 就答应 就买张机票 就去了杭州 在杭州待了半年 他自己承认他是败下阵来 我就跟他讲 我说很简单 我说 虽然你在去杭州之前很火热 你每天祷告 你每天赞美 你每天祷告 你每天赞美 每天读圣经 可是你的祷告 你的赞美 和你的圣经 还是在象牙塔里面 跟生活没有联系 职场的挑战 职场的诱惑 职场的侵杂 是很血腥的 绝对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讲清楚的 我说 我说这个需要持续的 每一天的牧羊 而不是靠之前充电 然后就杀进去 所以他自己非常清楚 他的热情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 他的信心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半年后 他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 不但帮不了他同学 甚至把事情搞砸了 连同学连朋友 这个友谊都破坏了 他就主动说 家里有点事 他扯回来了 所以我跟他讲 我说这段经历 不是坏的 这段经历恰恰告诉你 职场没那么容易 这段经历恰恰告诉你 职场真的有刚需 这个说更需要有信心的人 更需要有信仰的人 更需要生命有见证的人 而不是仅会喊几句 阿们哈利路亚 而不是仅会在傻事没有的时候 祷告 在傻事没有的时候 去赞美 今天我们恰恰反过来 我们在敌人面前 我们摆设宴席 所以今天 我自己我想 2023年 2023年 我们会有一批人 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 为什么 很简单 不是你的错 是你老板的错 一个失误 公司谎了 那可能是好事 你说这么多年太辛苦了 我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 我可以读经了 我可以祷告了 我可以赞美了 没错 你去读经吧 你去祷告吧 你去赞美吧 你会发现 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做 你读经 祷告 赞美一段时间 你也就够了 今天 我自己我相信 神在这个时代 对职场有特别的信仰 特别是中国现在 我们去想想 现在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护士 需不需要信仰 现在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护士需不需要信仰 最近你们看新闻看到了 很多医生 给人家看病 自己身上还有病 看到一半 自己就挂了 最近我想很多人都看到 这样的信仰 所以今天 我们我们就想 其他行业也是一样 如果各行各业 纷纷垮掉 那这个国家 就是一片混乱 所以今天 我们去想 我们去想 我们小的时候 看那些爱国电影 我们经常听到那种话 共产党员要冲上去 现在共产党员已经冲不上去了 今天我相信 在拍电影的时候 一定是基督徒冲上去 但是今天能冲上去的 基督徒也太少了 因为很多基督徒 这么多年的舒服日子 让我们已经变成 挂名基督徒了 已经成为挂名基督徒了 所以我们生命中没有力量 我们生命没有简证 所以今天也不能完全说 阿尔利是错的 阿尔利跟那个教会的师母的对话 是什么呢 那个教会师母家里面 很多人都中招了 阿尔利就有感动 去他们家祷告 但是他们却怕得要死 阿尔利都不怕 他们怕 所以阿尔利说 在没见他之前 听他们教会人说 他们牧师有多么爱主 可是当阿尔利真的要去 他们家祷告的时候 他们反而怕得要死 你们听过中国有故事 叫夜宫号龙 龙没来的时候 天天想 天天怕 家里面 雕的也是龙 化的也是龙 白的也是龙 等真龙来了 反而害怕了 所以今天 我们很多弟兄 很多姐妹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没经历苦难 我们很难说 你真的认识谁 就好像前几天 鸿雷跟我讲个见证 他说他遇到一个中医 给他把脉 说哎呀 你这得回厂大病啊 这病挺重啊 差点都要死了 鸿雷心里就笑 那当然了 鸿雷有一段时间 非常慢 几乎要自杀 几乎要自杀 但是各种原因 我不讲 有机会让鸿雷自己讲 那鸿雷就选择 呼求主 鸿雷就选择呼求主 所以神也怜悯他 给他信心 他就活下来了 否则的话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已经 见不到鸿雷了 所以今天 不但鸿雷能活着 我告诉大家 鸿雷会越活越好 因为 让他好的 不是他的能力 他在我们教会 应该是没啥能力的 但是让他好的 是因为他里面 对神的信心 是他里面 对神的信心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 是罪人 我们必须承认 所有的教会 牧师都会教你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恶人 我们不信主 所以今天 鸿雷不信主 我不怪你 孙玲不信主 我不怪你 因为王牧师 也曾经不信主 但是你不信主 你的罪就没有被赦免 你不信主 在神眼中 你就是个恶人 恶人就满受火患 这个艰难 这个困苦 这个挑战 你就胜不过去 这个艰难 这个困苦 这个挑战就一直压着你 谁被压谁难受 那就是两种结果 一种就一直压 一直压沉沦了 一种是愤而反击 怎么反击 反击不了 你有力量 他就压不住你 他已经把你压住了 这个反击就是考主 我们赞美 我们祷告 我们赞美 我们祷告 我们呼求 神超三介入 然后 我们翻转了 我们得胜了 这个时候 我们不归荣耀给自己 就像保罗说的 我们深知连活命的指望都没了 所以我们就是感谢 那救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会归荣耀给神 所以今天 从2023年开始 2023 2024 2025 我在祷告中 神一直跟我讲 黑暗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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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祷告神 没有变过 所以2023 2024 2025是很难的 难 不是你难 所有人都难 难 恰恰看出来 谁是真有信心的 中国话讲 疾风 石浸草 路遥 纸马里 所以今天 我盼望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无论是 像阿尔利这样 像宏雷这样 像旭华这样 自己当老板的 还是像孙林 阿雪云 崔绝尔名誉 是在一个单位上办的 我们都不能靠自己 我们打字方面 我们打字 不靠自己 专心 依靠主 不靠自己 专心 依靠主 我们真的要依靠主 我们真的要祷告 我们真的要依靠主 我们真的要祷告 所以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在中国的弟兄 我们在中国的姐妹 接下来 接下来会有很多事情 就好像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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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吧 一夜之间 政府宣布解封了 结果 从解封开始 然后这个洋的人就飙升 现在 这个 国内 所有的城市 包括大城市 包括 那个火葬场 都已经 都已经那个 要排这个很久的队 甚至在上海 都发生了 实在是 没办法把人送到火葬场 就在小区里面 找块空地 就开始 少 我在 今天早晨 美国版的城堂 我讲了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事实 我说 你不是 烧个猫 烧个狗 你是烧自己的亲人 家人 这个是很不静的一件事情 对待自己的亲人 对待自己家人 能出如此下策 那实在是走错 像上海 像北京这种大都市 像深圳的大都市 人口的这个密度非常大 然后这个老龄化程度 其实也很高 所以 那个 走的人是很多的 那火葬场是 真的是 早就超负荷了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如果王牧师说 这只是刚刚开始 那你就可以 闭上眼睛 展开想象 后面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 几天前 我跟林姐有个对话 林姐说 那个不行 咱那个圣诞节 咱推迟了 我说别推迟 现在是最好的日子 越往后越难 你要是办 平行情就办了 你要是不办 以后办不了了 越往后越难 所以事实上 我们看 现在 现在国内的这个 我朋友圈 你们看 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的姐妹 给我发 医院 药店没有药 黑市 什么破药 1500 他没有必要骗我 他没有必要骗我 那 他说 感谢主 因为他没打疫苗 所以他症状比较轻 但是你也打疫苗 那是真痛苦 在那个痛苦中 你没办法 你就只能怎么样 高价以内买 所以今天 我们 我们去 我们去想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靠医生 没有用了 医生都纷纷倒下了 我们靠药 没有用 我告诉你 需要 我还是这样讲 我是负责人的讲 我是在网上 做直播的讲 需要 只能伤害你 不会帮你 所以今天 要么我们不吃药 就靠着神 靠着祷告 如果吃药 我们可以吃一点中药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希望弟兄姐妹 抓住今天 上帝给我们的药 一人不遭灾害 一人不遭灾害 什么是一人 回赶 什么是一人 回转 什么是一人 站在上帝这一边 我们今天去想 我们今天去想 摩西的时代 摩西的时代 埃及法老一刀命令 你们家生孩子了吗 生了 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就杀掉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们做父母的 谁忍心 把自己的孩子杀了 你不管男孩女孩 我们都舍不得杀 更何况 重男 轻女 是全世界人 骨子里的东西 男孩杀掉 但是有一些家长 就是没有信息 就是怕亡命 真的就把自己的孩子杀了 但是就这样的家庭 摩西的爸爸妈妈 他们圣经说什么 凭着信 他们就把男孩藏下来 所以事实上 你们看 摩西也活下来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再去讲 索多玛 阿摩拉要灭亡 但是神要灭的 不是一个城 神要灭的是 那个城里的恶人 但城里有没有一人 有 罗德一家是一人 所以神就提前 招罗德出来 可是招罗德出来的时候 罗德的老婆 就贪恋她的房子 贪恋她拿不走的金银财宝 一回头 就变成了石柱 本来神是已经救恩给她了 本来她也从城里出来了 可是还是变了一个石柱 所以今天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在这里面 我们盼望弟兄 我们盼望姐妹 真的要明白一件事情 信就是信 是有行动的 不信就是不信 也是有行为的 所以透过你的信心 我们能知道 你会做出什么行为 反过来 透过你的行为 我们也知道 你有没有信心 但是今天 我们知道一个人有信心 我们不知道一个人有信心 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有信心 就能活下来 没信心的 真的可能就会死掉 真的可能就会死掉 所以今天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想 我们自己想 我们 我们过去 有很多 所谓的风云人物 所谓的风云人物 现在都落在极大的艰难中 我们真的 没有资格去嘲笑他们 我对他们 还是抱以 非常非常 真挚的尊重 但是同时 我也以他们为我的警戒 就是说 谁也不敢保证 谁也不敢保证 谁的明天 就比别人好 今天 我们都是靠主活着的 所以今天 我自己 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从2023年的 第一个尘导开始 我们就告诉自己 真的 不要流于形势 不要 上网听听吧 看看今天谁讲 讲的好多天一会儿 讲的不好 咔下线了 去忙别人 2023年第一天 我告诉你们 不管谁讲 你上线 你是要寻求神 所以你说寻找的 就必须解 你寻求神 你抱着寻求神的心 不管谁讲 你都能会听到 鼓励你的 安慰你的 提升你的话 你们相信的答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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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 你就是想看看 哎呦 我喜欢灵姐 照着他讲 我听一会儿 我喜欢名誉 照着他讲 我听一会儿 哎呀 我 这倒霉了 今天碰着王牧师 又让我们奉献 哎 我下线了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你的心态 必须调整 我在美国 教会里面 人不多 还是有一个人 还是有一个人 被我撵走了 那为什么 因为信主没多久 就变成牧师的评论员了 哎呀 这个事儿牧师做的对 那个事儿牧师做的不错 今天牧师讲的好 上次讲的不好 今天我们不怕别人评论 只是今天我们不想我们弟兄 我们姐妹自己沦落了 你来教会 你的重点是什么 你来教会 不是给牧师打分的 你来教会 不是给同工打分的 你来教会 是来遇见神的 你是来做礼拜的 所以今天 我们的每一次的 成岛万岛 今天我们每一次的 献上礼拜 如果那些迟到的弟兄姐妹 你们自己反思一下 你迟到 不会让我损失什么 因为你迟到 你不知道 我都准时上线 你们看到了 每一次到我 我都是提前上线 从来不迟到 因为我没有领导 今天你们 你们你们 你们想一想 我迟到了 会有人说 这个Peter开除你 这个教会 没有人开除我 我迟到了 没人开除我 你知道吗 今天我是最有资格 最有资本 迟到的人 但是我 从来没有知道 但是今天 我们在 枕岛 在丸岛 在主日聚会 知道的弟兄姐妹 你们要反思 在你们生命中 有没有把上帝 放在第一位 当然 你说牧师会有这个事 你有那个事 每个事都重要 但是我只要问 是不是上帝更重要 所以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 提醒自己 上帝最重要 礼拜最重要 所以我们的 每一次的聚会 我们不要知道 我们每一次的 线下聚会 我们都要参加 而且 不要带着一个 这个好像牧师 让我来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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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内心 你要渴慕 你必须 把神放在第一位 你必须来渴慕神 因为唯有这个 才能救我们 因为唯有神 才能救我们 2023 2024 2025 非常难 只有神能救我们 所以我们就要 常常来到主面前 所以今天 一人不遭灾害 而我所讲的这些 都是鼓励你 都是提醒你 盼望你 可以尊主为大 盼望你 以神的事为念 盼望你 先救神的国 和神的义 然后我们得着 神的应许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嫁给我们 就是像圣经这里 所说的 不遭灾害 所以我自己 我在想 我常常出门 我不在家的时候 师母怎么办 四个孩怎么办 洛杉矶的治安 越来越差 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不出门 讲真话 王牧师又不会打枪 又不会打架 真来了 人进来 我真打不过 我留在家也没有用 我这样讲 不是我不负责任 我这样讲 只是很客观的 承认一个事实 所以 我每一天 做的就是祷告 特别我不在家的时候 更要祷告 我为 我为 师母 为四个孩祷告 把他们交在神的手里 把 比我在他们身边 更安全 你们相信的 你们打字 阿们 阿们 所以今天 同样的 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你的工作重要 你的生意重要 但是我告诉你 上帝更重要 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当 礼拜 跟你的工作 冲突的时候 来礼拜 你去工作 未必 能把工作改好 你来礼拜 上帝会给你工作 所以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二三 二四 二五 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位 没有选择 我们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我鼓励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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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鼓励姐妹